朋友们好啊 继续分享新版的《时帅时说》 昨天说到 随着913事件调查工作的推进 913事件专案组的两名重要的成员 一个是公安部的部长李震 还有一个是中办的第一副主任 专案来的行政助手王良恩 先后离奇死亡 毛主席 听到了之后说 这都是永远也破不了的案子 意味深长 还有 不仅仅是专案组重要成员的离奇的死亡 还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你比如说在公安部 就仅仅公安部内部 这个部长李震 离奇死亡 死因调查呢 一波三折 从他杀到自杀 这个结论 在结论生成的和修正的这个过程中 也就是李震死因的调查的过程中 有一天 李震生前的两个副手 他是部长 还有两个副手 就是副部长 当时叫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 也叫核心部 核心小组成员 然后两个副部长 余桑 和刘富之 这都中国政策界的这个这个 著名的人物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 在这个网上搜一搜这个刘富之和这个余桑 这两个副部长到大会堂去开会 得到了通知了 说让他们俩到大会堂去开会去 结果呢 到了大会堂了之后 进去了 没走几步 就被一帮军人冲出来了 就给抓走了 把这俩人 随即就宣布呢 对这两位副部长 进行审查 这有点像这个 1976年的怀仁堂政变啊 到大会堂上了一会儿军人就把你抓走 反正就把你审查了 这些军人是哪的呢 北京卫士区的 那么卫士区到大会堂来抓人 抓的呢 还是这个 公安部主持工作的两个副部长 因为部长刚刚刚离奇死亡 是不是啊 这个余桑和六夫之 当时两个人联合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 当然了啊 他们就不可避免的 要参与到李正死因的调查中来 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 要对李正死因的调查 这个 表达自己的态度 提出自己的意见 等等 当然了啊 他们都是行家呀 他们都是老公安了 那么你说 卫士区出面抓人 抓的还是公安部的两个副部长 那你说 当时中国 除了周恩来 还有第二个人 那有权利下达这样的命令吗 当然 这个命令一定是周恩来下的 是周恩来调的 卫士区的部队 抓的公安部的两个副部长 不仅仅是抓他们俩了 我以前多次说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 北京卫士区抓人 关人 看人 管人 把谁送到什么 师访院的保护起来呀 所有的保护 引号的保护 下至部长级的干部 上至副总理级别的 你比如说 像彭德怀 像贺龙 这不都卫士区当时给管起来吗 给管起来了 管起来了 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些个人 卫士区抓人抓人和官人 保护谁 所有的保护谁 那么 凭的都是周恩来的一纸命令 那么 一个部长刚死 离奇的死了 两个副部长随即又被抓 这公安部大院里面 历史就 风声恶励 人人自危呀 就整个班子都没了 都塌了吗 是不是 这接着就把下查了 弄不好 是不是 这俞桑和六福之就 莫名其妙就被抓了 就被关起来了 就开始审查葬两 那你说抓起来了 说是审查 那就审办 哎不行 抓起来之后 两个人分别看管 然后呢 又上面有一道明确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提审 就把他俩抓起来 说是要审查 关起来之后 又有一道命令 就是任何人都不许 不准提审于桑和六福之 这什么意思呢 从一方面来说 起码他就做到了 等于封了于桑和六福之的口 跟你关起来了 是不是 然后也没人提审 也没人找你谈话 也没人找你了解情况 你想说什么都没有人听 一般你关起来 隔绝了 你是隔绝了 让你们两个人 就等于把他们两个人的口给封住 就这么着 一封就封了一年 两个人在里面 各自吃香喝辣 这都没问题 都是不长待遇 这都没问题 但是就是 没人提审你 没人跟你谈话 一年以后 第一个是于桑 有人突然就找到了于桑了 跟于桑说什么呢 进来就跟于桑宣布说 行了 没事 回去上班去 工作愉快 就这么着 于桑就把于桑给放了 这于桑 这儿和尚摸不到头 什么意思这是 莫名其妙把我抓进来 放这儿以后 你上班一关关一年 没有任何人找我们 好不容易判了一个人 以为过来提审我 或者给我量量天 进来就宣布我没事了 让我回去上班去了 这什么意思这是 刘富之也一样 刘富之所谓的审查 引号的审查 比于桑多了 多了一点时间 刘富之被审查了一年半 将近一年半 最后呢 也进了一个人宣布 没事了 回家 老婆还要热放头去 不了了之 跟开玩笑一样 公安部的两个副部长 一年多的时间里头 就这样的 与世隔绝了一年多 然后就跟你开玩笑 也没事了 一开始说要审查你 官员一年多 就告诉你没事 也不审 也不查 回家去吧 上班去吧 而这一年多以内 这个李正 自杀的结论都已经做了 杨贵他们在那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按照周总理的意见 什么 然后呢 这个通过做大量的相关人的 这个法医专家的思想工作 什么的 把他们思想都给改变了 让他们都在结论上签了字了 说李正是自杀了 都结束了 没什么事了 林彪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庄团也基本下了结论 基本下了结论 这俩副部长 也就工作愉快了 回不工作 回上班了 你看 部长立体死亡 副部长呢 就是关键人间蒸发 一年多时间 一环扣一环 那边呢 让杨贵去到公安部主持 这个李正这个案 李正这个专案 等等 一环扣一环 连续的动作 你在那关心林彪事件的调查呢 这边专案组的成员 重要的两个成员就死了 先后死了 然后你调查 这个官部部长的这个死因呢 他的两个副手又被抓了 又被隔离了 又被审查了 干嘛呢 就是有预谋的 不断的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让你没法集中在一件事上 让你顾头不顾定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刻意的排出一切可能的干扰 啊 同时 杀鸡给猴看 你副长都都都蒸发了 你们还谁敢说话 啊 关于李正死因的事里面 谁敢说什么 杀鸡那会儿看 让你们都闭嘴 以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操纵 一起又一起事件的调查处理 最后得出自己需要的那个所谓的结论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别的解释 只能是这样理解 这样解释 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极其蹊跷 而做法的又极其的老道 那你说 那你说这幕后的这个黑手是谁 就操纵着整个这个一起又一起 一环又一环的 这个这个这个连串的 这系列 系列案件 和系列事件 后面那个那只黑手是谁 谁才能有如此的神通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啊 他要掩盖什么呢 嗯 1973年8月份 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大会 在中安来做的政治报告中 这中安来 中安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在党代会上做政治报告 以往这个政治报告啊 那都接班人做的 做政治报告的 这都是接班人的为这个角色 才能做有资格做这个政治报告 你看 七大刘少奇 八大也刘少奇 九大林彪 嗯 哎 这政治报告 这这这这这都是这样的身份和角色 来做的 啊 周恩来 周恩来明确他自己也知道 啊 毛主席也知道 全党都知道 周恩来不可能做一把手 周恩来不是 接班人 但是 就是这个样子 啊 1973年的十大 毛主席还让周恩来做政治报告 嗯 就在整个这过程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毛主席的无奈 还有呢 就是 毛主席怎么样 啊 心怀天下 毛主席是怎么样为了这个国家 长治久安 啊 毛主席 什么叫无师 啊 真正理解了 认识了毛主席的人 啊 我相信大家得到得出 无论认识有深有浅 啊 啊 但是有一点 所有人都应该有共识 毛主席是 人力历史上 最无私的人 正因为如此 他才那么伟大 他才 那样的永恒 那么周恩来 在十大做的政治报告里面 给林彪正式定了信 大会通过了中央专案组提交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拜报告 这大会举手通过的啊 当然毛主席没没在查 毛主席十大就是开幕式去了 剩下的时间你们开去吧 毛主席就不去了 包括这个提交审查这报告表决 所有这过程毛主席都不在查 毛主席都不知道 都在查 晚年的秋黑座 在和儿子秋成光对话中啊 透露这么一件事 说1980年代的时候 秋黑座老人 这个这个这个老教师爷 教师爷 在秦城监狱服刑的时候 他曾经不是一度和王洪文两个人 这个这个做室友了吗 同间 同间居住 那么就在这个这段时间里面 王洪文亲口告诉秋黑座 让秋黑座那么下午都惊掉了 一系列的事 这个秋黑座后来真是都是下午都惊掉了 王洪文亲口告诉秋黑座说 十大上通过的这个关于林彪反党集团 反革命罪行的这个审查报告 上面没有毛主席的签字 就是说这个这样的报告 是不可能不报道毛主席的 不可能不报道毛主席那去 毛主席压根就没在这个审查报告上签字 那你说 这么大的事 中共中央下了结论 作为中央主席 毛主席竟然如此对待这个审查报告 他不签字 事实上毛主席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对这个审查报告的态度 甚至包括对所有的林彪反党集团 反革命罪行的态度 甚至表达了他对913事件的态度 所以你们还讲不讲是搞出了这么一个审查报告 还报到我这来了 还拿到十大上去通过去啊 毛主席就不签字 毛主席的意思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听之认之 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 无可奈何 就是你不搞还没有个东西 全国人民跟全党和全国人民没法交代 但是搞这个东西 可能这个东西是毛主席 甚至可以说毛主席是无可奈何 甚至是嗤之以鼻的东西 但是总得有个东西做交代去 好吧 那就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 你们 不仅 不仅啊 对于这个 所有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应罪行的审查报告 是这样的态度 王洪文还告诉邱辉座 说毛主席对待你 对待黄永胜 无法献李作鹏 对你们四个人 原本都不是这样的态度 你今天跟我一个寝室住着 这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那是怎么回事 你让我们继续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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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